那接下来呢,我们仍然啊,我们还是看一些例子 看一些例子,首先我们看典型提醒当中的第一个提醒 就是关于多元函数相关的一些概念及性质 但这里包括极限,包括编导,包括编导 大家要熟练的掌握这个定义,好,那下面呢,我们讲几个例子 我们看例6.1,6.1是个球极限,我们说极限要求不是很高 我们看到这个极限得什么,limit x 趋向于无穷大,y 趋向于 a 而这里的函数是1加上 x 分之 1 的 x 的平方 除以 x 加 y 这是一个二元函数,并且是一个密质函数 那么这个极限怎么求,我们说对于密质函数来说 我们可以划成这个指数函数的形式 当然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一些重要的结果 比方说有1的无穷型,这是个1的无穷型 下边是1,上面是个无穷大,我们可以利用重要极限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函数的极限 我们可以变形成它1加上 x 分之 1 的 x 次米 然后上边是 x 加 y 当 x 趋向于无穷大,y 趋向于 a 的极限 好了,我们这个极限大家看到,又是一个新的密质函数 但是这个新的密质函数你发现 1加 x 分之 1,x 次米 这个极限是重要,极限是 e 而上面这个极限,x 趋于 x 加 y y 是趋向于有限点的,所以这个极限是 1 1,2马上就知道,这个极限等于 e 的 1 次米 就是谁呢?就是 1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极限啊,怎么去求? 怎么去求?就是利用我们已有的方法 可以求的一些解单函数的极限 好,再看利6.2 利6.2是给了一个函数 大家看到这个函数是个二元函数 形式上也还不算简单 y 的立方加 x 的平方 乘以 x 加 y 的四次方分 这个指数的位置上 是 x 分之 y 的平方 再加上 e 的 x 的平方 现在我们要求什么? 要求 run 的 z run 的 x 在哪个点? 在 1 0 点的值 那好了,这个怎么去求? 按照一般我们的想法 先求出 run 的 z run 的 x 那么 run 的 z run 的 x 怎么求? 就是在求偏倒的过程当中 把 y 看出常数对 x 求 这是两项的成绩 他求,他不变,他不变,他求,他求 你看下边有 x 上面 要变成指数函数的形式 这个指数函数形式还不太简单 因而我们直接要算它 算完以后再把 1 0 带进去 不但算起来 比较繁琐 但实际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极易犯错误 极易犯错误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题 考察大家对偏倒定义的理解 这个偏倒得什么? 就是把函数 z 当中 你对 x 求偏倒 就把它的 y 换成 0 你看 1 0 点的偏倒 y 不变 它就变成了一个 1 元函数 这个 1 元函数 对 x 求倒 然后再把 x 换成 0 1 这是我们利用偏倒数的定义 应该得到 这样一个结果 得到这么个结果以后 好了 这 x 0 那就比较 y 换成 0 这是 0 这个是 x 平方 y 换成 0 底数是 x y 换成 0 0 y 换成 0 换成 0 那么得到的结果 x 平方 y y 换成 0 z 相机 1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 就变成了 d z x 0 平方 x 的 1 次米 是 x 的 3 次米 对谁 求 对 x 求 再把 x 等 1 带进去 z 就等于 3 你看 我们要对这个偏倒的定义 如果零解的很到位的话 我们看到 要求这个 一点图的偏倒数 不是说 非要把这个偏倒函数算出来 再把函数带进去 这个就太繁琐了 对吧 太繁琐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利6.3 利6.3 利6.3的涉及到的是一个抽象函数 抽象函数 对于这样一个抽象函数 作为一个选择题 考察一些相关的概念 其实这样题是有难度的 你需要对这个定义 对于与子相关的一些结论 要理解的很到位 很到位 那好了 先我们看看这个题 已知函数 f x 外 在 00 的某领域内有定义 且 f 00 等于 0 关键词告了这么一个极限 Limit f x y 除以 x 平方加 y 平方 当 x 趋下于 0 y 趋下于 0 的时候 这个极限等于 1 问 f x y 这个函数在 00 点处 你看四个选择字当中 大家看一看 极限重在但不连续 所以涉及到了极限 涉及到了连续 涉及到了偏导书 涉及到了可危 对多样函数 几个重要概念的考察 首先我们看 A 这极限重在不重在 那么极限重在不重在 我们看第一 怎么看这个 Limit f x 极限重在不重在 其实实际上我们看到 重要结论仍然对 分母趋下于 0 一定能推出 分值趋下于 0 分值趋下于 0 也就是 Limit f x y 当 x 趋下于 0 y 趋下于 0 它的极限等于 0 因而我们知道 极限肯定是存在的 那么连续不连续呢 而已知条件告诉我们 F 0 0 等于 0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极限不但重在 而且等于函数字 因而我们知道 这个函数在这点 极限重在且连续 所以 A 肯定不对 但是不连续 那么接下来看 B 连续 但偏导数不重在 所以第二呢 我们要考虑偏导数 要考虑偏导数 就要算谁 就要算 F 偏 x 0 0 那么这个怎么算 我们只能用定义去算 这就等于 Limit F x 0 解去 F 0 0 再除以 x 这不是偏导数的定义吗 这个极限重在不重在 而 F 0 0 等于 0 所以就是 F x 0 x 的极限 这个极限重在不重在 那么这个极限重在不重在 其实我们还得要从这个 已有的这个 给出的结果来看 因为这个得 1 是什么意思 沿着任何路径 趋向于 00 点的时候 这个极限都定重在 并且都是 1 既然沿着任意的都对 我就取一个特殊的路径 取哪个路径 取 Y 等于 0 Y 等于 0 是哪个路径 就是沿着 x 轴趋向 那么就得到 看这个极限啊 取 Y 等于 0 得 limit F x 0 除以 x 平方 当 x 趋向于 0 的时候 这个得 1 看 这是取 Y 等于 0 从极限 既然它得 1了 因而我们要算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和这个极限 利用它 不就等于 F x 0 除以 x 的平方 再乘以 x x 下 0 这一项的极限 1 这一项是 0 1乘 0 所以我们由此看到 i 片 x 0 一定得 0 其实我们从这里 它要不要算 i 片 y 呢 不需要了 同理我们知道 i 片 y 0 也一定是 0 为什么 对称性 对称性 这样的话 我们再看 B 连续但偏导不重在 也不对 偏导重在 接下来 偏导重在 看一看 可谓不可谓 刚才我们说过 在连续偏导重在的条件下 如何判断可谓 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Limita data z 解去 F x data x 解去 F y data y 再除以 根号下 data x 平方 加data y 的平方 当data x 去下于0 data y去下于0 这个极限 是否等于0 如果得0 可谓 不得0 不可谓 好了 带进去看看得不得 Limita data x data y data z 就是F 0 0 加data x 0 加data y 解去F 0 解去F 解去F 0 解去F 分片y 0 0 再除以 更号下 data x 平方 加data y 这个极限 可是我们在这个里边 大家知道 这个是0 这是0 这是0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F data x data y 除以 更号下 data x 加data y 我们想要用EU的结果,所以这里 data x 平方,data y 的平方 再乘以根号下,data x 的平方 加data y 的平方 data x 去按0,data y 去按0 而根据一致,我们大家看到 一致,这个得1 这个得1,所以这个极限是1 这个极限是0,你要是这个极限为0 那么根据刚才我们,这个全约约分定义 我们有几点柱,怎么判断可谓不可谓 在连续和偏导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可谓 按照他判断,这个极限得0,所以可谓 可谓了,正确的答案应该选d 这个题有难度 那么,在我们后边 有一个思考题6.1 这是我们2012年的考题 我们讲了这个例子,我想 这个思考题,大家应该可作答 可作答 那么选哪个对 我告诉你答案,b是对的 自己再回去捣一捣,为什么b对 思考题 6.1 正确的答案选d 我不去讲了,为什么b,其实就是刚才我这个例子 好,再看6.4 例6.4 例6.4呢,其实仍然是对这几个概念相关的这个结论的这个考察 结论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6.4 这个6.4 仍然考察对这几个概念的相关的一些结论的这个考察 第一个,fxy在连续 第二个,偏导数连续 就是偏导重战 第三个可微 第四个偏导重战 下面看哪个对 ABCD 说2推出3 2推出3 2推出3 两个偏导连续 一定可微 没问题 3推出1 3推出1 没问题 可微 一定连续 所以正确答案选d 但为什么其他那几个不对呢 大家去看一看 3 能不能推出2 推不出来 偏导数 两个偏导连续 一定可微 可微推不出两个偏导连续 但是可微能推出偏导重战 2 能推出1 当然可以 所以b 3推不出2 c 3推出4 没问题 但4推不出1 偏导重战 未必连续 所以c不对 d 3能推出1 没问题 1 能推出4 偏导重战一定 连续 偏导一定重战 这是不对的 所以说b cd 都不对 都不对 正确答案应该选b 这是我们搞了几个抽象的 抽象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考虑具体的 具体的 具体的 具体的我们大概在1元函数当中啊 大家都知道我们讲过叫封段函数 有封界点 所以我们在多元函数当中 我们也可以考虑叫封块函数 在不同的区域内 表达是不一样 特别是这个封块函数当中 如果以一个点来划分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封界点的问题 所以对于这个封块函数来说 我们如何去考证 它在所谓的和对应医院函数的那些封界点处的 这个连续性偏导重在不重在可谓不可谓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了 考察概念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给了一个函数 这等于x平方y平方除以x平方加y平方的三次方 这是x平方加y平方不得零 x平方加y平方等于零的时候是零 其实我们大家看到 这个x平方加y平方等于零是什么意思 x等于y等于零 是个零零点 所以我们看到零零点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分界点 现在要考察什么 1 求dj z的微风 全微风 当然在不是零零点的时候 这个微风显然可以求 这不就是通常的一个函数 可以求微风 第二 考虑在零零点 零零点 实际上我们把这个一二啊 先合并起来 先应该考虑零零点 然后再考虑dj 是吧 考虑dj 当然我们实际上 当然我们实际的结果是 如果当 xy不是零零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dj 就等于 run的z run的x dx 加上 run的z run的y dy 而其中的run的z run的x z就是我们求偏导 这个是个数量功 我们说在一元函数当中 求偏导应该数 多元函数也一样 run的z run的x 那就是在求偏导的过程当中 把y看作常数 怎么求 上的导数 x平方加y平方的平方 那就是它的三次方分子 分子对x求 那就是2xy的平方 解去乘以分母不变 x平方加y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 再解去分子不变 分母求导 那等于2分之3x平方 加y平方的二分之一次 再乘以 对x求偏导2x 其实我们这个结果整理以后 整理以后 大家看到 我们除掉一个x平方加y平方的二分之一 分母就变成了x平方加y平方的二分之五次里 分之 哎 这个整理一下 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2xy平方x平方 因为拿掉二分之二 2x立方y平方 2x立方y平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看到最后整理以后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当然一个结果 2xy的四次里 再解去 再解去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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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多少 变成了多少呢 变成了3x立方y平方 这样 前面有一个正的 所以2倍的 所以变成了1倍的 这个2xy的平方 和这个y平方一成 y的四次方 其实我们这个例子 更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接下来我们这个round z round y 你还要不要算呢 其实实际上我们从这个题目当中看到 xy就对称性 对吧 所以这对y的偏导 只需把x换成y y换成x 那就变成了x平方 加y平方的二分之五次里 这还是不变的 上面 就变成了2y x的四次里 解去y的立方 x的平方 就对称性 把xy互换 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dj把它带进去 round z round x round dy 而在当xy是00点的时候 00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考虑什么 考虑几个概念 第一 连续 连续要算什么 算limit fxy 当x趋下于0 y趋下于0 因为趋下00点的极限 在xy不是00点的时候 这个表达是它 所以我们要求的极限是它 x平方 加y平方的二分之三次 x趋下于0 y趋下于0的极限 那么这样一个二元函数的极限 到底我们怎么去求 怎么去求 实际上对于这个二元函数来说 我们求它极限的方法也不是一种 比方说 我们利用加b总折 大家看到 x平方 y平方 就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四分之一 x平方 加y平方的平方 算数平均数 不小于集合平均数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下 大家看到 它就小于等于 除一下四次密 四分之一 根号下x平方 加y平方 这个极限是0 它也大于等于 0 因而这个极限等于0 这是运用什么法则 加b总折 其中的 还有一个办法 你趋下于零零点 我把直角坐标 画成极坐标 这个就变成limit r的平方 cosθ方 r的平方 sinθ方 除以 r的三次方 r 趋向于零的意思 r不就表示 到这个叠的距离 它趋向于零吗 这个等于谁呢 等于 r 四次密 约掉一个 乘以cosθ平方 sinθ平方 这是个什么变量 有界变量 乘以无穷小 这个极限 就等于0 我们也可以 对吧 其实这种求极限的方法 趋向于有限点 完全可以变成一个极坐标 你要趋向x0 我可以换成这个 x等于 x0 加r2 乘以cosθ 对吧 既然等于0 20 恰好是这一点的函数值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fxy 另外 这个函数在00处连续 然后偏导重在不重在 那么只能按照定义 偏导重在不重在 有定义 fpx00 就等于 就等于 limit fx0 解去 f00 再 除以 x 大x20的极限 当然这个极限 当然这个极限 就等于 limit f00是0 fx0 fx0 是谁 就是把背基 这个函数当中 所求函数 x不变 y幻成 y幻成0 这个0和他一层还是0 所以这里变成了0解0 除以x 当然0解0就等于0 这一下横等于0 当然它的极限就是0 那么同理 fp y0 也应该等于0 所以我们得到了偏导数重在 偏导重在 连续 偏导重在 偏导重在 那么接下来 可谓不可谓 要算谁 要算limit data z 解去fpx data x 解去fp y 除以 根号下 data x 平方 加 data y 平方 data x 取下于0 data y 取下于0 那么这个就等于 它是0 它是0 data z得什么 等于 f data x data y data x data y data y y的平方 除以 data x的平方 加data y的平方 括号 二分之三次米 再除一个它 那就是平方 data x data x 区域下于0 data y 这个极限是否存在 显然 这个极限 不是等于0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取一个特殊路径 data y 等于data x 大家看 这就是data x的40米 data x 这个等于平方的40米 所以这个极限得1 4分之1 不得0 不得0 所以 我们说 这个极限 我现在不知道重在不重在 但是取了个路径 是不是也不得0 所以这个极限要重在 它也不得0 因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不可为 不可为 所以我们对于一个具体函数来说 我们一样的可以去考证它 在一个点出的一些结果 对吧 点出的结果 当然不可为了 那意见偏导函数 在这一点就肯定不连续 因为在这一点连续就能推出一定可为 一定可为 所以意见偏导不连续 不连续 这是我们第一部分 关于这个 这个 概念 但是概念包括极限的概念 连续的 偏导数的 权威分的 对吧 权威分的 那么在158页呢 后边有一个小节 这个小节其实前面 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都已经 讲过了 互动和尚都提到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 给大家去解读了 如果不理解的 下去再读一读 再读一读 这是我们第一个 关于概念 关于概念 好 我们看提醒二 就是求 偏导数和权威分 这里设计到的要求直到二阶的 是吧 有具体的 有抽象的 也有半抽象的 那么这样的点呢 在实际考题当中啊 就是要真的求一个十分的一个偏导数的题 大概还很少有 可是在其他的题目当中 始终涉及到这个偏导数和权威分的求法 是吧 所以我们 一开始就说啊 这是一个 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基本功了 是吧 所以下面呢 我们举一些例子啊 首先我们看第6.6 这个例子没有难度 因为 给定的二元函数 它是一个具体的二元函数 所以你也可以 用这个例子作为解验 你对偏导数求法 到底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复练程度 是吧 解去 Y的平方 Arctendent Y分之X 我们正好也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边做啊 边熟悉啊 我们看应该怎么去算 是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当中 要求一间偏导 以及二间混合偏导 那好了 先求F对X的偏导 那么F对X的偏导 就是把Y看出常数 对X求导数 当然这看出两项的成绩 第一项球第二项不变 Arctendent X分之外 加上第一项不变 第二项球 那么这是个符合函数 一加X分之外的平方分之一 求完了没有 没有 再乘以他对X求 那就是负的X平方分之外 再解除Y的平方 因为把Y看出常数 乘以1加上Y分之X的平方分之一 仍然没求完 再要乘以他对X求乘以Y分之一 当然接下来的工作 我们整理一下RXArctend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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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 x 平方 x 平方 这两个 约掉一个,那就变成这个负号 解去 x 平方 加y 平方 分之 x 平方 y 接下来的这一项 大家看到这个 y 和 y 约掉一个 又翻上去一个 解去 x 平方 加y 平方分之 y 的 一方 当然,最后这个结果 大家看到,就等于 2x 阿卡 Taneta x 分之 y 解去 一加,提出一个 y x 方,加y 方,正好约掉了 解去 y 这是 一阶偏导 一阶偏导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去求 一个二阶 混合偏导 就是,再对 x 求偏导的基础上 再对 y 求偏导 也就是这一项 对 y 求偏导 把 x 看出常数 那就是 2x 乘以 1 加 x 分之 y 的 平方分之 1 再乘以这一下对外 求 x 分之 1 再解去 1 所以我们这个结果 就等于 x 平方 加 y 平方分之 2x 的平方 再解去 1 结果就等于 x 平方 加 y 平方分之 x 平方 解去 y 的平方 那这个题是一个具体的 求偏导的题目 但是我放在这里作为一个例子 希望大家算一算 所以这样的题 你能不能保证 百分之百的能做对 如果做不对 说明你这个功夫不到价 不到价 好了 再看 6.7 6.7 给定的 r 它是一个 x y 和 z 的三元函数 然后求 r 对 x 的二间偏导 加 r 对 y 的二间偏导 加 r 对 z 的二间偏导的和 其实我这个例子 本来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也是算 但是希望我们通过这个例子 不仅仅是算 第一 我们要知道 你现在要求 r 对 x r 对 y r 对 z 一定要利用对称性去算 不需要 不需要 每一个都算 原因是 x y z 的地位是 对称的 所以我们只需算一个 这是一 第二 在计算过程当中 表示的这个解决性 也是 我们在计算过程当中 这个不犯错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吧 好了 这个 2 对 x 求偏导 符合函数 那就是 2 倍的根号下 x 平方加 y 平方加 z 平方分支 把它看中间变量 切对他球 2 根号他分支 这一项对 x 球 那就是 2x 其实我们这个表示 当然写成他 是没问题的 但由于这是 2 因而我们可以写成 r 分之 x 这是这个 r 对 x 的偏导 但 r 对 y 的偏导 那就是 r 分之 y r 对 z 的偏导 就是 r 分之 z 我们刚才说了 要对称性 我只需要算一个其他的对称 可以写出来 r 对 x 的 2 阶 偏导 那就是他对 x 球 而这偏导 对 x 再球偏导 那么这个对 x 偏导 怎么球 看出上的导数 那就是 r 的平方分支 分支球 分母不变 解去 分支不变 分母 r 对 x 偏导 r 对 x 偏导 是谁 r 分之 x 2 分之 x 当然我们这个结果等于 r 分之 1 解去 r 的 立方分支 x 的平方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是吧 结果 所以有对称性 大家看一看 我们直接写出来的话 对称性 r 对 y 的 2 阶 偏导 就等于 r 分之 1 把 x 换成 j 换成 y y 的平方 同样的道理 r 对 z 的 2 阶 偏导 就等于 r 分之 1 解去 r 立方分支 z 所以我们这里啊 这里一个对称性的使用 其实很重要 所以说求 r 对 x 的 2 阶 偏导 加 r 对 y 的 2 阶 偏导 r 对 z 的 2 阶 偏导 就等于 r 分之 3 解去 r 的立方分支 x 方 加 y 方 加 z 方 r x 方 加 y 方 加 z 方 等于 r 的平方 所以这一下是 r 分之 1 所以最后的结果 等于 r 分之 2 虽然是具体的 但是要充中啊 体会我们在实际的过程当中 这种对称性它的使用 对吧 可以简化很多运算 对吧 6.8 这个例子 我们看 u 等于 f y 分之 x 和 z 分之 y 实际上从函数来看的话 这应该是个几元函数 是个三元函数 因为它的质变量有 x y z 但是这个三元函数 是由一个二元函数 u 等于 f st s 等于 y 分之 x t 等于 z 分之 y 辅号成的 辅号成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求 d u 就是 u 的权位分 以及 一个二件红合片导 那好了 现在我们看看 要求这个 d u 有两种办法 求 d u 一种办法 是利用 v 方形式不变性 一种是先求 u 对 x 的 u 对 y 的 和 u 对 z 的片导 然后代入 d u 等于 他 dx 加 dy 加 d z 所以 关于 d 问求 d u 这俩办法均可以 那就可以 当然我们现在看一看 第一个 我们要求 d u 利用权位分 形式不变性 怎么求 有东西说 我们这里是 st 要不要射 不需要 希望大家 要习惯 习惯什么 这就是第一个位置 这是第二个位置 因而我们 d u 就等于先对一球偏倒 再乘以一的微风 加上对二球偏倒 乘以二的微风 这就叫微风形式不变性 不管你是中间变量 还是质变量 质变量 微风的形式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结果 得到这个结果又好了 f 1 片 这就涉及到 y 分之 x 的微风 这叫桑的微风 我们这个法则 仍然是对的 分母的平方 分子微分 分母不变 解去分子不变 分母微分 再加f 2 片 乘以z 的平方分之 z dy 解去 y d z 这就是 d u 的微风 当然我们整理成 这个微风的这个标准的形式 也就算 dx dy d z 和在一起 dx 是 y 分之 1 f 1 片 dx 而 dy 有两项 这一项 是负的 外方分之 x f 1 片 这一项 再加上 z 分之 1 f 2 片 dy 以为 负 % 还 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 济 其实我们这个办法做完以后 马上得到的这个结论 Z就是ZU对X的片导 Z就是U对Y的片导 Z就是U对Z的片导 所以按照这个办法去求这个DU 我们不需要考虑随时随的函数 这是一 第二 我们利用它求完DU以后 一下子就能把三个片导都算出来 当然了 你这种做法如果不熟练 又要求DU 我们经常大家习惯的 更是先求这个三个片导 然后再写出全域封 那么结论对不对呢 当然是对的 如果不对就有问题了 比方说我们直接求这个U对Y的片导 怎么求 一样的我们要画所谓的练导图 这个U是谁的函数 是1和2的函数 1是谁的 1是X和Y的函数 你看 2是谁的函数 2是Y和Z的函数 你现在U对Y求偏导 大家看到有几条路径 两条路径 所以是两项的和 第一 U先要对1球 那就是F1片 乘以1对X球 1对X球 对外球 1对Y球 1对Y球 那就是负的外方分子X 这是一项 加上第二个 先对2球 2Z对外球 2对外球 Z分之一 所以大家看看对不对 正好和这个结果 当然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说两种做法均可 均可 关键是哪个 你熟练 用哪个 但可能我们更多的 大家喜欢用这个做法 对吧 有球片导 因为对威风的运算呢 这个法则还不太熟练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 接着再去球 U 对Y球完以后 接着再对谁球 对Z球 那好了 现在看一看 这个怎么球 其实我们球完以后 Round U Round Y 球完以后 里边的东西 又涉及到一个F1片和F2片 这个要注意 这个F1片和F2片的符合关系 和原来的这个符合关系 完全一样 所以你这里 他要再对Z球编导 那就看一看 这一项对Z球 负的外方分子X是常数 看着常数拿出来 那就变成F1片对Z球 F1片对Z球 我们看看F1片到这几条路径 一条路径 那就是F1片 先对谁球 对2球 那就F1二两片 再乘以2对Z球 2 2对Z球 那就是负的Z方分之外 这是一项 再加上 Z一下 对Z球 那么看着两项的成绩 第一个球 F2二两片 再乘以 负的Z分之外 再乘以Z分之一 第一项球 第二项不变 加上第一项不变 第二项球 负的Z的平方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球片导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做到认真 仔细 不重复 不遗漏 不重复 不遗漏 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后的结果 当然接下来呢 我们为了熟悉 我们再看一些例 看一些例 看我们讲意义上的一些例 例6.9 例6.9呢 给了一个Z 等于FUXY 这是个三元函数 三元函数 又告诉U 等于XEY 然后把这个U带进去 最终我们得到 Z是XY的二元函数 现在我们要求 二件红合片导 那好了 你怎么去理解 怎么理解 Z是UXY的函数 U是XY的函数 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仍然建议大家 你用一二三来看 更好 这就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所以这个U就是一 X就是二 Y就是三 对吧 那好了 现在我们要去求 Z对X的二件红合片导 先要求Z对X的片导 Z对X的片导 那么看看 Z到X一条路径 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 那就是F1片 千对一球 再乘了一对X球 Z对X球 Z对X球 那就是E的外持方 再加上 第二条路径 直接过去 它是第二个位置 那就是F2片 一定要注意 这个球完以后 得到的F1片 和F2片 这个符合关系 和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 你这个球完以后 对X球 再对Y球 也就是 这些对外球片导 这个对外球片导 你要看出两项的成绩 第一下F1片 对外球片导 两条路径 第一条 先到E F1 两片 E 再对外球 E 对外球 那就是X EY 加上 第二个 是直接过来 直接过来 那就是谁呢 F13 因为这个位置 第几个 第三个 第一个球 第二个不变 再加上 第一个不变 第二个对外球 那就是E的外球 接下来的F2片 再球 F1片 F2片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你熟练的话 这个马上就可写就行了 F21 两片 X EY 加上 F23 两片 这就是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 所以我们只要做到不重复不移路 不重复不移路 仔细认真 完全没问题 你经过整理 马上得到结果 接下来我们看一年的一个考题 大家也看一看这个难度有多么的大 这是6.10 2011年 数一数二数三 都考了一个题 给了一个二元函数 Z XY Y GX 当然这是个二元函数 这个二元函数 你也理解成是符合的 所以习惯上我们仍然可以知道 这是1 这是2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链道图画出来 Z 是 1 2的函数 1 是XY的函数 2 是XY的函数 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一个二阶红合偏导 但是在求这个二阶红合偏导之前 我们这个题目当中告了一些结果 告了结果 那么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 比方说函数GX可导 在X等于1出去的极值G1 其实我们不但知道G1等于1 而且还应该知道G1 1等于0 这是取得极值的必要条件 取得极值可导 内叠的导数一定为0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球 Round的G Round的X 那就看一看 Z到X几条路径 两条路径 第一条 F1平 再乘以1对X球 那就是YF1平 再加上F2平 F2平 然后R对X球 那就是YG平X 这就是我们这对X的片导 接下来 在对X球完以后 再对Y球 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那么球完的F1平 F2平 这个符合关系 和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原来一模一样 那么接下来 这个对Y球的话 要注意了 这个是 YF1平 是两项成绩的导数 F1平 第一个球 第二个不变 加上 第一个不变 第二个对Y球 再注意了 看看这个F1平 到Y 这两条路径 那就第一个 先F1 一 两平 再乘以1对Y球 所以这里应该有一个X 再加上F1 二两平 这一项对Y球 那这里应该有一个GX 对Y球吧 这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加上G平 X 再乘以YF2平 对Y球 所以我们这个又看出 两项成绩的导数 其实我们如果上面这个 写的很好 那这里变成F2平 加上Y 里边是X F21 两平 再加上GX 乘以F22 两平 这是我们得到的这个结果 结果 这是球版的片导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算的是谁 要算在哪个点呢 在 X等于1 Y等于1的 X等于1 这个是X等于1 Y等于1 所以我们带进去 大家看到 G平1等于0 后边这块没有了 后边这块没有了 没有了 G1等于1 X等于1 Y等于1 R里边的F1平 看这里 XY1 11 所以这些都是1 1 1 加上F1 2 1 1 1 再加上F12的阿平 1 这就是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考题 这个片导的球 球的题目 仍然是基本的 基本的 所以要掌握这个球 球这个片导 特别是抽象片导 抽象片导 要做到不能够重复 也不能够移动 特别是我们刚才这里提到的 F12和F12的符合关系 仍然和 刚才是一样的 是吧 一样 当然我们这个 球这个 片导书 你还可以和 这个 有方程确定的 结合起来 我们看 6.1 这个例子 U 等于F XYZ 这是个几元函数 三元函数 三元函数 结果 这个Y 等于YX 是这个一元函数 是由 这个方程确定的 Y对YX 是由 XE的 XY 解去 Y等于零 这个确定了 Y等于YX 另外一个一元函数 Z等于ZX 是由另一个方程确定的 是由 EZ 解去 XZ等于零 这个方程确定的 两个一元函数 如果这样的话 我把Y等于YX Z等于Z 再进去以后 那么最终我们得到 U是谁的函数 U就是 XY的函数 U是谁的函数 是XY Z的函数 XY 都是X的函数 所以最终得到 U是X的一元函数 一元函数 现在我们要求什么 DODX 那好了 看一看 DODX 就等于 到X三条路径 所以有三项的合 当然你这里写 123 可以不可以 也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当然在这里 我不写123的话 那写什么 我可以这么写 Round F Round X Round F Round X 第一个路径 第二个 Round F Round Y 再乘以 Y对X的导数 也就是 DYDX 加上 Round F Round Z 再乘以 DJDX 其实下面的问题 我要求这个 圈导数 DODX 只需要算一算 DYDX和DJDX 这是第一个方程 这是第二个方程 所以一两边 对X球导 好了 这两边对X球导 看出成绩的导数 第一个球 第二个不变 E XY 加上 第一个不变 第二个对X球 E XY 但要注意 没球完 他在对X球 第一个球 又是成绩的导数 第一个球 第二个不变 球完了没有 没有 这是我们极易犯错误的 应该再加上 第一个不变 第二个球 那就是 DYDX 解去 DYDX 这个应该等于零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DYDX 从这个试试解出来 对吧 DYDX 有谁 由他乘进去 这是1 那就是1 解去 X的平方 E的 XY分之 E的 XY 乘以 E加上 XY 这是我们得到的 DYDX 同样的道理 二两边 对Y 对X 球导 这个对X球导 等于EZ 乘以DJ DX 解去 这又是两项的成绩 第一个球 第二个不变 解去 第一个不变 第二个球 DJ DX 一定要注意 一元函数是D 多元函数是Round DJ DX 就应该等于 E的 Z 比较之后 解X 然后把这两个带入到这个式子里 马上就得到了 我们DU DX 所以这个例子大家看到就是和这个结合起来 抽象的和具体的合在一起 我们得到的这个DU DX 其实我们还可以和谁结合起来 你看下面的一个例子 你看下面的一个例子是和这个变现积分 结合起来 一样的也可以有一些题目 这就是下面我们这个例子 U等于F F XY XY Z XY Z 而其中的Z 等于ZXY 是由 这样一个 方程确定的 这个方程当中 还涉及到变现积分 G XY 加Z 解T DT 等于E的XY Z 所以你把这个Z等于ZXY 带进去 最终我们得到的 本来这是个三元函数 把它带进去 最后得到的是 U是XY的二元函数 现在我们要求一个表达式 当然在这个表达式当中 我们要算什么 要算一算 RUN的U RUN的X 和RUN的U RUN的Y RUN的U RUN的X得什么 X 其实我们大家看到 U是谁的函数 U U是X的函数 是Y的函数 是另外一个函数 其实我们经常说 把这个看作1 这个看作2 这个看作3 3又是谁的 XY和Z的 Z又是谁的 X和Y的 其实我们这里的1 就是X 2就是Y 对吧 你可以这样去想 所以RUN的U RUN的U RUN的X 得什么 看看到X有几条路径 1条 2条 3条 所以第一条过去 那就是X1片 再加上第二条过去 F3片 再乘以3对X球 3对X球 这个对X球 那就是把YZ看作常数 第二条 再加上 Z条过去 先对3球 3再对Z球 3要对Z球的话 把XY看作常数 XY 完了没有 没有 再乘上 Z对X球 RUN的Z RUN的X 这是我们得到的 最后的结果 对吧 得到的最后的结果 RUN的Z RUN的X 所以下面呢 我们要算谁 要算这个RUN的Z RUN的X 因为这个题目当中 还涉及到 U对Y的片道 其实如果大家 对这个对称 也搞得很好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X 在第一个位置 Y在第二个位置 其他地方 除了这个地方是对称 所以你这个是F1片 那这边是谁 F2片 加上 这是YZ YZ 这个就变成XZ F3片 3是不变的 再加上 XY 当然还是XY F3片 这个就变成RUN的Z RUN的Y 如果你要很熟练的话 马上就可以写出来 当然你自己算 道理也是一样的 是吧 一样的 那么下面的问题 就是要求RUN的Z RUN的X 为了求RUN的Z RUN的X 这个要变形 因为你这个里边有XY 你要对XY求 求求导的话 里边不能有XY 所以和一元函数一样 我们这里做一个替换 LUN T 请看 好 我们看 原来的激风变量是T 现在的激风变量是V 当T等于XY的时候 V等于Z 当T等于Z的时候 U等于XY 但是原来是个XY 如果为了好看期间 你还把这个XY放在下边的话 就是XYZ 那么出来以后 一会儿有一个DT等于负的DV 把负号吸收进去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GV DV等于E的XYZ 你不是要求这个Z对XY的偏导吗 比方说我们这个两边 对X求偏导 对X求偏导 那就把Y看作常数 但是Z一定要看作XY的函数 所以这个一球就变成了GV GZ 变成GV 乘以RoundZ RoundX 解去 GXY 乘以XY 对X求偏导 那就是Y 等于EXYZ 这个再乘以他对X求偏导 把Y看作常数 但是里边应该是X求 第二项不变 加第一项不变 这对X求偏导 所以马上我们就得到 这对X的偏导 就等于GZ 解去XY E的XYZ分之 YZ E的XYZ 再加上YGXY 这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对吧 当然接下来我们大家想一想 同理 你这个Z对Y的偏导还要算吗 就不要算了 因为对称 把X换成Y Y换成X 那就是XZ Z不变 E的X换Y Y换Z 还是对的 加上XG XY X换Y Y换Z 除以GZ Z不变 解去XY E的XYZ 然后把这些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了 Round的U Round的X Round的U Round的Y 代入 最后我们得到 这工作我们不去算了 整理 XRound的U Round的X 解去Y Round的U Round的Y 正好等于X F1片 解去Y F2片 所以当然这个计算 稍稍的复杂了一点 但是我们仍然会看到 我们这个和其他的点 能够结合起来 我们去考察 去算 去算 比方说和这个 变现积分 变现积分 那么在整个的计算过程当中 关于这个对称性的使用 大家好好提供 如果你这个对称性 理解的不太好 那就一点点老老实实去算 另外还说明 在大量复杂的 运算的题目当中 如果真的 后边这个结果 你算出来 特别的复杂 比方说我们这个题 弄了一大堆 毫无疑问 你这个题肯定算错了 因为我们的专家出题 一定会在这个地方 做一些优化 做一些优化 使得最后的结果 更要简单一点 当然这个简单 不是说 仅仅考虑了大家 这个考试同学的 这个原因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越决的老师 如果倒一大堆 这个越决就太 工资量大了 所以一定会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结果 对吧 当然关于这个变现积分 在多元函数当中的结合 我下面给了一个例子 是2005年的一个考题 你看 这个变上线变下线 然后问 下面ABCD哪个对 其实这个ABCD当中 大家发现 不就是求了一球 二间 偏导 对X的二间偏导 Y的二间偏导 红河偏导 然后就比较一下 到底ABCD哪个对 所以实质上 仍然是一个求偏导 看上去是个选择题 实际上考察的 就是求偏导数 所以我们这个例子呢 就不再给大家去讲了 所以一个练习 大家下去算一算 算一算 就是把这三个 二间偏导算完以后 你比较一下 看看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对的 再翻过页 我们看6.14 因为这个6.14当中啊 大家看到 是一个方称组的问题 那么对于方称组 去求这个偏导数的 要求是较低的 所以我给了一个例子 不等于说 这样的题就一定在 题目当中不会出现 是吧 不会出现 所以希望能 对一些同学 有些启发的作用 如果你看上去 这个题不易理解 我就建议这个同学 不要看了 所以我给6.14 所以这个题 我也不去讲 不讲了 不讲了 因为它的变量 比较复杂 你要搞清楚 它们之间的关系 也不大容易 不大容易 好 这是我们求偏导 是一个基本的功夫 大家要具备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这个提醒3 那么在提醒3之前 有一个思考 第6.2 大家看一下 我不讲 但是提示一下 比方说 给了一个U 是XYZ的三元函数 X是Rθφ的三元函数 YZ同样道理 经过这样一个复合以后 当然最后的U 一定是Rθφ的函数 现在我们第一问 让你证明 U今是θφ的函数 那只要证什么就可以 只要证明 U对R的偏导等于0 U对R的偏导等于0 那就说明 这个U当中 与R无关 R无关 所以只是θφ的函数 那第二问 要证明U今是R的函数 要证什么 这就要证 U对θ的偏导等于0 U对Fy的偏导也得了 所以实际上 仍然是算 对吧 仍然是算 偏导数 偏导数